大家好,欢迎收听生奇异普通话频道。 很多人在结婚的时候都会搞婚宴, 以前搞婚宴的大部分都有机会赚钱, 因为可以收人情,除非你是在一些很高级的酒楼, 或者是在酒店搞,但是现在大陆, 由于经济不好,消费降级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都会思考一个问题, 是不是可以省一点钱,去找一些便宜的地方搞宴会? 最近在广东省就有一堆新人在麦当劳搞宴会, 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讨论, 我们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如果是你要搞宴会, 你会不会考虑麦当劳这个地方? 第二,你收到请柬的话会不会去? 去的话会做多少钱的人情? 在做人情这方面,香港人的心中肯定都是有一个价, 现在如果是酒店的话都是1000到1200元, 那如果是在麦当劳的话要做多少钱的人情? 是50还是100? 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 先讲一下新闻, 广东冒名杀员有一对新人在麦当劳举办婚礼, 当天热闹的婚宴影片在微博和小红书等各大社交平台疯传, 大陆网民都在热议,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太过寒酸, 也有人表示, 最难得的是双方的父母都可以如此明白实力, 影片之中, 新郎和新娘微笑地站在麦当劳餐厅门口迎接亲友, 餐厅卫部被装饰得很温馨, 而且很浪漫, 充满了年轻人的气息, 新人与各贵宾似乎没有因为这个非一般的婚眼而感到寒酸, 所有人都面带笑容地去祝福, 非常开心, 新人穿上了传统的中式礼服, 行礼如意, 也有跟宾客玩游戏, 新人和宾客都非常投入, 其实他们可以在玩新娘和新郎的时候狂喝, 以前大家在吃席的时候, 新郎通常会被灌酒, 但是这里不能灌酒, 那就灌汽水, 每人喝一桶, 大家该喝的喝, 总之喝完一桶汽水为止, 因为麦当劳没有酒类, 但是有其他饮料, 例如有咖啡, 你可以冲咖啡, 冲奶茶等等, 你还可以吃麦旋风, 只不过冒名的麦当劳, 不知道有没有麦旋风, 而且还可以一起花拳, 输了的话就吃麦乐鸡, 做一大盘麦乐鸡出来, 输了的人就吃一块, 吃到受不了为止, 喝汽水, 吃麦乐鸡很快就会吃饱, 其实我认为婚礼是一种仪式, 无论在什么地方, 可能会有人认为太过寒酸, 但是可以在有限的预算之下, 搞一个派对, 你可以不用当做是婚礼, 一定要去酒楼大排宴席, 小朋友可以去麦当劳开生日会, 而且玩得很开心, 那为什么不能结婚, 所以我认为接下来麦当劳也好, 肯德基也好, 所有的快餐店反而都可以动一下脑筋, 可以搞一点宣传, 甚至搞一点赞助, 让一些结婚的新人来搞一下派对, 因为中国经济不好, 所以可以用一种另类的方式来搞点噱头, 当然食物方面有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不是汉堡就是炸鸡, 最多就是炸得比较嫩滑一点, 或者是雪糕任吃, 奶昔人喝, 差不多就是这样, 但是我认为结婚在很多时候只是一种门面, 有人会选择履行结婚, 有些人甚至不搞这玩意, 我认为反而不是什么大事, 双方真心相爱是最重要的一点, 如果你不是爱着对方, 结了婚一回头就要闹离婚, 有婚外情, 在外面搞三搞四, 一脚跳几穿, 这根本就没有意思, 当然, 这样的方式有可能年轻人会搞得多一点, 起码你能够接受这种新的东西, 麦当劳就麦当劳, 没什么问题, 礼服照样穿, 搞得漂漂亮亮, 当然, 行事跟一般坐在那里吃戏不一样, 而是自助餐行事, 随便吃随便喝, 我反而认为这样子可以接受, 在香港其实也可以试一下, 有时候反潮流和反传统并不是一件坏事, 无论是什么事情, 如果你思想那么守旧, 什么都听父母的, 或者是什么都听祖辈的, 这个世界根本就不会有进步, 插一段广告时间, 多谢Surfshark VPN支持本台, 还没安装VPN的观众, 记得快点安装Surfshark VPN, 多谢 当然, 如果是在麦当劳搞宴会派对, 那你就要想一下, 你在麦当劳可以吃多少东西, 你做人情要做多少钱, 太少的话担心别人会不高兴, 太多又觉得很吃亏, 50元可能可能是太少了, 在大陆的麦当劳买一份套餐, 最便宜的也要20多到30多, 但是你不可能只是去吃一个套餐, 所以起码也要100块钱吧, 我认为最少也应该100, 不可能只做50那么少, 也有人会说100太少了, 但是你既然能在麦当劳搞, 还会想着要赚钱吗? 所以我认为赚钱是其次, 反而是应该搞一个年轻化, 反传统, 有创意的婚礼, 虽然不是太豪华, 但是让人觉得真的是不枉此行, 不应该太过物质化, 因为中国人太过于物质主义, 被消费主义绑架, 但是现在经济这么差, 大家都明白, 来赋宴的人可能经济状况也不是那么好, 可能背负着一套房, 要供劳, 还有可能要面对失业减薪, 35岁做IT的根本没有人要, 除非你是最近炒股票赚了钱, 但是也不可能经常能赚钱, 你赚了钱根本不够你花一辈子, 所以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麦当劳婚礼会有机会大行其道, 毕竟大陆人相信麦当劳, 因为如果是在比较偏远, 相对没有那么发达的城市的话, 麦当劳可是名店, 因为好歹也是外资, 即便是港资在大陆都会成为名牌, 连百家和惠康的塑料袋也能造假, 我的八十年代回乡下的时候, 看到有百家和惠康的塑料袋, 大小跟档案袋一样, 上面印着百家和惠康商标, 虽然是假货, 但是也有很多人去买, 买来假装自己刚刚从香港回来, 这种做法也成为了一种时尚, 所以可想而知, 大陆人对于西方和香港其实是充满着期待, 非常羡慕, 所以麦当劳作为西方的一家外资餐厅, 在大陆人的心目中不会觉得失礼, 而且一般的大陆人根本吃不起麦当劳, 因为一份套餐要三十多元, 可不是每个人都吃得起, 现在的人吃得都不会超过十元, 现在在北京已经出现了三块钱一个早餐, 但是在麦当劳一个套餐要三十多, 这相对来说绝对是高消费, 当然如果是搞婚宴的话, 可能有的人会认为比较寒酸一点, 但是我认为应该用另一个角度去看, 不是用钱去衡量, 而是一种创意, 是年轻人之间的一种无拘无束, 再加上现在经济环境不好, 所以可能的话就将就一下, 而且在之后还可以考虑一下肯德基, 大家一起去吃炸鸡, 当然肯德基可能会单调一点, 因为品种有限, 麦当劳的选择会多一点, 但是有一些麦当劳没有猪肉, 在德国的麦当劳就没有猪柳蛋, 上一次我去德国, 想着去吃个早餐, 结果却发现没有猪柳蛋, 搞得有一点点失望, 还有在马来西亚的麦当劳也是一样, 没有猪柳蛋, 如果想吃猪肉的话, 只能去喝肉骨茶, 在这里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真的是收了一张请柬, 是麦当劳的, 你会不会去赴宴, 如果去的话会花多少钱做人情, 其实我认为如果是发请柬的话, 你一定不能够用忠实的那种请柬, 因为你如果用忠实的请柬, 请别人去麦当劳, 人家会以为你在耍他, 你应该是要弄得好像贺卡一样, 弄得漂亮一点, 要比较新潮一点, 不要有那种传统的喜字, 是一种派对的形式, 告诉别人这是一个结婚的派对, 不是百宴席, 因为你如果说是百宴席, 给人的感觉会好像很隆重, 我们就吃一些小孩子喜欢的食物, 薯条任吃, 汉堡任吃, 麦乐鸡任吃, 买西任喝, 最后就是想问一下做人情, 大家认为是一百毫, 两百毫, 还是其他的金额比较合理, 大家不妨留一下眼, 请不吝点赞,